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疫情防控低风险地区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部署 严格落实省关于做好开学工作的各项要求 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 形成工作合力 凝聚广泛共识 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围绕疫情防控上好第一课 确保顺利开学 在苏州市实验小学校 各项防控措施已全部准备到位 在学校大门口 每隔一米划分出了进校排队等候区 并配备五台红外测温仪 开学后 学生将根据年级采取措施分批进校模式 校园广场上也按班级设置了家长接送等候区 避免人群急剧 兰绍敏走进校园 详细了解各项防控制度和防疫物资储备情况 并来到食堂教室 查看学生用餐和教学准备情况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建立了学生出家门 进学校 进课堂 三次体温测试制度 兰绍敏对此表示肯定 在学校物资储备时 酒精棉球 消毒液 洗手液等各类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学生公寓从原来八人一间减少到两到三人一间 学校食堂也采用分时分批单人单向的分散用餐制度 在苏州市警犯中学校 校门口设置了临时观察点 对出现发热症状的学生进行隔离观察 每个教室门口都配备了疫情防控器材箱 教室里定时消毒 并保证每天通风三次以上 在调研检查中 兰绍敏要求 要切实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思想上的口罩绝不能摘 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放松 要加强宣传教育 引导学生继续坚持和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要关心学生心理健康 引导学生以积极心态面对疫情 在苏州市线上教育中心教学点 兰绍敏查看近期教学课程表 并点击线上教育课程 详细了解教学内容 在大数据屏幕前 兰绍敏还听取疫情期间线上教育使用情况 叮嘱要统筹做好复学后教学安排 确保课程有效衔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听取了全市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 并进行交流讨论 兰绍敏对各学校精心准备 科学有序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对线上教育在此次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表示肯定 兰绍敏指出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工作上要扎实细致 确保开学顺利 要严格落实省市相关要求 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 开学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 大体同步区别对待的原则 严格落实错峰错区域错层次的总要求 稳妥有序做好各项工作 蓝绍敏强调 要突出重点 针对性建立和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相匹配的教育秩序 要精心组织 生动上好 开学第一课 这一次这个疫情期间的第一堂课 就是要讲疫情的形式 疫情的特点 疫情的防范 然后要告诉学生 我们应该怎么做 回去我们和家长应该一起怎么做 包括给家长一封信 上车课给他带回去 但是要学生给家长还要讲家长应该怎么做 蓝绍敏指出 要教育学生形成并巩固良好卫生习惯 勤洗手少集聚 要防止因防控措施变化 造成学生思想松懈 要形成社会合力 各部门要做好开学期间交通保障 公益宣传等相关工作 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对于防控基础和力量较为薄弱的民工子弟学校 和学前看护点等 各地各部门要重中之重 给予指导关心 属地党委政府要熟徒有责 精心指导综合服务 切实补齐校园疫情防控短板 要建立应急机制 做到第一时间隔离送医 第一时间向上报告 第一时间保护接触者 第一时间引导社会预期 权威及时精准发布疫情信息 蓝绍敏强调 要围绕科学防控 精准防控要求 不断完善优化学校疫情防控机制 疫情防控措施要做到问题导向 形式匹配 精准实测 有利有效 在精心组织好教学的同时 要精心研究疫情防控新形式新特点新规律 制定有效应对办法 形成管用的长效机制 创造更多苏州经验 市委常委 秘书长余幸南 副市长曹厚林 以及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今天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蓝绍敏主持会议 专题听取涉外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涉外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中央 省涉外联防联动部署要求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把防控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作为重中之重 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局势 会议听取了全市涉外防控相关情况的汇报 并深入交流讨论 蓝绍敏指出 全市上下必须清醒认识到 涉外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充分重视境外疫情扩散 蔓延 输入 对我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当前 外防输入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主要矛盾 大战仍在进行 大考还未结束 要仅仅围绕三个100% 即对所有境外来速人员情况信息100%掌握 对所有境外来速人员100%实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对所有新增境外来速人员100%集中隔离官场 围绕下一步工作 蓝绍明指出 要突出提前研判 全面摸清底数 要强化部门联动 发挥基层作用 综合运用大数据手段 加强远端管控和近端排场 完善数据共享 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机制 切实做好新入境人员的信息数据汇总 对境外返回人员做到第一时间掌握信息 全程可知可控 要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准确性 提高数据运用质量 蓝绍敏强调 要突出一视同仁 强化管控措施 要把防控关口迁移到入境第一道关口 做好境外入宿人员接送 转运等工作 切实形成闭环 入境人员一旦进入我市 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隔离 第一时间检测 发现异常 第一时间送医 对境外来苏反苏的中外人员 要一视同仁 无差别执行防控措施 蓝绍敏指出 要突出压实责任 推动联防联控 落实好关口前移 重心下沉 社区兜底 形成闭环的联防联控要求 多促在苏外资企业 涉外单位 履行好疫情防控责任 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网格作用 及时掌握入境人员健康信息 行动轨迹 要紧跟形势变化 及时调整政策措施 把潜在的风险挖出来 把防控形势变化中出现的短板补起来 思想上的防线要越来越紧 工作上的落实要越来越到位 确保不留死角 不留隐患 针对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和五一假期 蓝绍敏将调 各地各部门要提前做好 风险评估和应对准备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加大对重点领域 重点区域 重点部位 巡查力度 全面排查 坚决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为复工复产和消费回补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市领导王翔 于姓南 徐美健 江海 曹厚玲 杨志平 市政府秘书长周伟 以及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昨晚 我是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境外疫情输入防控工作的通告 对从境外来苏人员的防控工作 进一步加强 通告明确 我是设在各空港口岸的 涉外疫情防控转运服务点 对目的地为苏州 其有境外行程史的人员 实施全程受控转运 从全国所有口岸入境 不满14天的境外来苏人员 抵苏前必须与属地社区联系报备 抵苏后第一时间 向所在单位或社区报道 从境外来苏人员 除个人主动如实报告外 各类经营主体 企事业单位 居民小区 及时有效排摸出入境人员 掌握全面信息 如有新入境人员 必须第一时间 向所在社区报告 自即日起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对所有境外来苏人员 实施14天集中医学观察 并实施100%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全力维护入境人员健康安全 最大程度防范境外输入风险 所有从境外来苏人员 必须主动申领苏城马 如实申报健康信息和行程史 凡有隐瞒境外行程史 不如实申报健康信息 不配合接受医学观察 影响疫情防控正常秩序等行为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法规责任 市民如发现 违反涉外疫情防控规定的情形 请及时拨打电话12345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赴沽苏区 吴江区 调研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 李亚平一行 首先来到沽江苑小区 改造后的小区绿化景观优美 环境长节有序 李亚平边走边看 详细了解住宅长修 管线改造环境长治党相关情况 强调要巩固改造成果 持续做好环境维护保养 不断提升居民居住舒适度 粤海广场首批试点增设电梯的 涉及三个单元25户居民 目前已投入使用 自己出了多少钱 使用下来感受如何 李亚平来到五楼一户居民家中 与他们亲切交谈 听取意见建议 他叮嘱相关负责人 要气势把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 坐戏坐实 树立良好口碑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湖江区卢江片区综合改造工厂 计划总投资约1.6亿元 将与阿里云和菜鸟驿站合作 共同打造社区挡件云 为社区量身定做挡件产品 随后召开座谈会 听取苏州市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工作推进情况 据了解 自2005年开始 我是通过小步快走 由低向高 有计划 有步骤的 对老旧小区进行综合整治 李亚平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从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 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摆在突出位置 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稳投资的积极举措 补短板的具体手段 切实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李亚平要求 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的 苏州模式把老旧小区改造 与城市有机更新紧密结合起来 与保护股城 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 有机统一起来 进一步提升改造标准 拓展改造内涵 要积极探索构建 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机制 创新研究 居民出一点 社会支持一点 财政补助一点的 多渠道筹集改造资金模式 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资金保障 副市长吴晓东参加调研 今天市政协主席周伟强 赴张家港市调研乡村振兴联系点 周伟强一行 先后来到南风镇 风云稚谷产业园新德村和永连小镇 周伟强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紧扣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丰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 朝着全面实现农业墙 农村美农民富目标任务 系统谋划统筹推进 随后 周伟强一行 来到唐乔镇聚乔村和凤凰镇 调研三维一体平台载体建设情况 周伟强指出 各级政协组织 要以听民意 惠民制 聚民心为目标 积极搭建协商议政 联系群众 广泛倾听 社情民意的平台 通过轮职接待群众 开展协商会议等形式 让协商办事和坐下来谈成为常态 不断提升协商效率和协商水平 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家岗市委书记沈国芳 市政协秘书长金建立 陪同调研 水电器是开办企业要涉及的重要要素 苏州提出 要增强企业对水电器的获取便利度 今晚 我台共助美好生活 苏承意识听节目将为您聚焦这一话题 根据开放再出发的若干政策意见的实施细则 用水方面 无增设管线的供水企业办理时间不得超过4个工作日 需增设管线的半截时间不超过9个工作日 需增设管线且需办理其他行政审批的 平均半截时间不超过30个工作日 用电方面 从2020年起 低压客户包装平均接电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 10、20千伏客户包装平均接电时间压缩至35个工作日以内 用具方面 无需增设管线的半截时间不超过3个工作日 需增设管线但无需行政审批的半截时间不超过15个工作日 需增设管线且需行政审批的半截时间不超过30个工作日 近期苏州供电公司将出台相关措施 300米以内的电力接入管道可免审批 大大提高相关企业的包装速度 优秀它是一种习惯 我们的服务已经不仅仅是延伸到了最后一公里 而且已经延伸到了水龙头 电法 气法上 今年苏州还将推进燃气管网安全改造 历史街区燃气管网铺设 向城水厂二期 健身步道指引水点 以及四川白鹤滩特高压电力入苏等一系列工程 我们通过特高压把西部的这些清洁电水电送到我们苏州来 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苏州下一个五年计划的用电平衡的需求 昨天市发改委下发关于降低企业用气用热用水用电价格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自2020年2月22号起至6月30号 市区不含湖江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 其他公用市也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每立方米下调0.327元 由每立方米3.487元 调整为每立方米3.06元 华能苏州热店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区域范围内的混合蒸汽销售价格 每吨下调23元 由每吨262元调整为每吨239元 自2020年2月1号起至6月30号 市区不含湖江区非居民生活用水基本水价下调每立方米0.22元 由每立方米2.16元调整为每立方米1.94元 对应非居民生活用水总水价由每立方米4.11元 调整为每立方米3.89元 对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价 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 高耗能行业用户除外 统一按原道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 苏州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今天是东西方这两座水城 递结为友好城市40周年纪念日 近期市档案馆联合市外办举办苏州市对外交往礼品展 在苏州友好城市一栏表中 威尼斯排在57座友城的第一位 1979年苏州收到一封来自威尼斯市长的信 信中正式提出两地结为友好城市的倡议 像我们看到的是两份黄色的这个黄颜色的这样一个文本 那么它是1980年3月24号在威尼斯 就是中意双方 就是我们这个苏州和威尼斯结成友好城市的协议书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文版的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译文版的 飞狮地图纪念章 同志诗面纪念章 青铜飞狮 这些都是历年来威尼斯送给苏州的礼物 狮子是威尼斯的守护神 这些礼品也饱含了意大利友人对苏州的祝福 近年来 苏州与威尼斯在文化 体育经贸等多方面交往日益频繁 周庄的船娘将小船摇进了威尼斯 威尼斯的教练来到苏州开展足球清训项目 两地的艺术团体互办画展等等 这一张照片是威尼斯对苏州的一次回访 是1981年 那么双方市长在东元种下了我们友谊树 我们苏州和威尼斯的友情 就像我们友谊树一样 残胜残青 近期 苏州市政府向友城威尼斯市 监赠了两万枚医用外科口罩 箱子上印着中国若比林 何况是苏州 威尼斯加油 3月19号 威尼斯市长布鲁涅罗代表威尼斯市民 向苏州人民在此危难时刻的重要支持表示感谢 而在中国疫情集中爆发期间 威尼斯也是给苏州发来慰问信最多的国际友城 威尼斯和苏州的同位水城 在威尼斯的河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像我身后这样的小船 宫都拉 这艘宫都拉是威尼斯在2008年赠送给苏州 象征着两地的友谊长存 当前意大利正在经受新冠疫情的考验 我们也希望意大利能够像这艘宫都拉一样 乘风破浪 早日到达胜利的彼岸 本月初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被列入国家新基建领域之一 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城市之一 苏州今年也将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在园区凤凰城公交充电站 充电道旁里的20台充电桩 正在为电动公交车服务 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开展日常巡检 觉得公交的班车线路逐渐恢复正常 我们充电桩已经全部恢复使用 一般是40分钟就可以充满一台车 以前是100公里左右 据了解 自复工复产以来 全市电动汽车充电总量也随之稳步回升 2月11号至3月22号 苏州电动汽车日充电量从最低时的7.2万千瓦时 增长到13.9万千瓦时 约占全省充电总量的50%左右 今年是苏州公交三年电计划政策的收官之年 苏州将实现中环高架内区域 新能源公交车全覆盖 为此 供电公司将牵头实施苏州纯电动公交车中环内充电设施全覆盖工厂 启动26座充电站的新建工厂 新增公交专用充电桩220台 目前苏州供电公司的充电量 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排名第三 仅次于北京 上海 获得新基建加持 我们国往苏州供电公司电动汽车服务工作 将迎来更好 更快发展的一年 截至2019年底 苏州共有2155台充电桩 其中包括949台公交充电桩 年终电量超6300万千瓦时 占全省总量的47% 同比增长270%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 苏州各行各业加速复工复业 全力推动城市常态化运行 这里是苏伊影城 那么就在两个多小时以前 也就是4点半的时候 这里是正式恢复营业 同时也是我们苏州市第一家恢复营业的电影院 那么在现场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恢复复营的影片 一共是有6部 同时这个票价也是非常亲民 是25块钱一张票 根据江苏省影院副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目前影院都是隔排隔座 同时影院公共空间 每天不少于两次喷雾消毒 空调上的话也是要求所有影院 必须在副业前都做好一个清洁消毒 同时也是开启我们的一个新风口 关闭我们的回风口这样的一个方式 增加我们的通风量 为激活电影市场 国内各大影业集团将开展中外经典影片重映活动 做好热身灵活入水 一大早 澳体中心游泳馆就迎来了不少游泳达人 澳体中心游泳馆是苏州第一批恢复的游泳场馆 馆方对入馆人员数量有了一定调整 我们现在同一时间最高限流150个人 同时我们把公寓柜 然后分区域来使用 另外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消毒 给我们的更衣柜 然后呢一人一匹消毒 今日诸位咸兵 踏春而来 再下一喜不自惊啊 在冯梦龙书院内 冯梦龙扮演者身着古装与游客交流 在屋外 唐伯虎与秋香一在冯梦龙故乡共化昆曲 独特的文旅融合体验 收获了众多游客的点赞 我都没想到这地方竟然还有 这个清静表演这样的 以后这个地方我到回家之后 肯定会把它推荐给我周围的亲戚朋友 他们多来这边 今天春游相城健康型启动仪式举行 年内冯梦龙文化研究中心 民宿山歌馆等项目 也都将相继建成 下一步 相城区还将依托传统废仪手工艺 推出春游赏花 春读相城等旅游线路 作为一个景区而言 它需要有灵魂 我们的旅游是在体 而文化就是它的灵魂 一早在高新区树山茶园里 几十名提着篮子的采茶工正在采摘 这些采茶工大多都来自河南州口市 是上周末乘坐树山村定制的专线大巴 点对点来到村里的 解决了当地用工紧缺的窘境 今年树山村1000亩茶园 预计产云泉干茶9吨 明前茶产量比往年高出30%左右 今天苏州市发布16号通告 及关于清明期间 有序预约室外公募现场祭扫活动的通告 在继续开展好网上祭扫的同时 有现场祭扫需求的市民 可登陆相关平台预约 实行分时限流祭扫 通告明确 从3月26号起 苏州市对市外公募实行提前预约 分时限流有序开放的现场祭扫 对市外公募现场祭扫 确有需求的市民 可直接扫码或通过苏州民政 苏州公安微警务 苏州联通小宴微信公众号 登陆苏成云祭扫公益信息平台 进入祭扫预约模块 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 进行网上预约 各公募按照分时段 错峰祭扫的原则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和防控能力 设定预约数量上限 实行限量预约约满为止 同时控制现场祭扫人数 每个墓穴限三人祭扫 墓区内避免人员扎堆聚集 并减少现场逗留时间 为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倡导群众不跨省跨市异地祭扫 建议老人 儿童 体弱者等 不前往现场祭扫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湖北省发布通告 从3月25号零时起 武汉市以外地区 解除离恶通道管控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离恶人员 听湖北健康马绿马 安全有序流动 从4月8号零时起 武汉市解除离汉离恶通道管控措施 为集中力量做好航空口岸的 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 自3月25号零时起 上海洪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 港澳台的进出港航班业务 并将洪桥机场此前所有国际 港澳台航班转场至浦东机场运营 据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通知 苏州园林景区在牢牢守住 疫情防控防线的前提下 恢复正常开放时间 苏州公园 桂花公园 同经公园 丰桥景区 东园 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半至17点半 其他园林景区 恢复为原正常开放时间 好 今天的苏州新闻就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信和看苏州APP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